哭曉辉孟老师 他水中的土埔就是蚊子土埔 但是水要喝多久 还是专业要交替 我们水中的水中 虽然它是水中 水中的水分的一个管理 有相当的一个重要 其实像今年因为没有很冷 不是很冷的那时候 在埔我们都会建议 其实不要太冷 不要太冷 不要太冷把他喝水 就是说我们先去把它 捕下去后 把它放到辣的 那时候 这个让它 可以留得辣的辣水 这时候如果是可以辣的辣水 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它辣的开筋 所以你不要太冷 去喝 有时候刚才有反流 我们在说的反流 就是说十度 在北部十度 我们这差不多十一二度 甚至有时候比北部更高 刚才这种十度的这种 你如果没有它喝水 它那个心味 或是说虚子 一定不会掉 所以我们更怕是怕这个 所以那时候我们可能就要把水 关给它比辣的更高 所以在我们步入这个初期 第一个这个改端的时候 特别要它来把它注意到 这个水分的这个管理 一般来说就是说 虽然水到水到 但是它这个一生当中 不一定要全部都去泡在这个水底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时候 一定要稍微把它注意到 就是说这陈子我们是不是 头子先放在那儿 差不多头前七天 放在那儿 放在那儿 稍微放在那儿 放在那儿 这个目的就是让它更早开筋 现在来是不是放在那儿 来荣林郡下去 这个要喝水的时候 把荣林郡倒下去 还是说你对草油的草油的草油 对它用再把它控制 一遍这个杂草 这样起来 这通常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让它有更好 因为这个水 如果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就是说 可以这样大淡有变化 大淡有变化 所以但是有时候 这个时候就很麻烦 就是说你如果是像这尊 它没有让它有水 草油的效果比较好 这草就关它较不掉 所以有时候这个时间 我们在这个中间 是最大的一个这个中间 所以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就是说 在头前这个时候 就是说头7天 把房子搭 让它早上开筋 再来就是 可以有一点水 让它这个杂草没发起来 所以如果保随后 如果是以早上来说 如果是这个像今年差不多40天 40天至50天 但是有时候你如果保折 可能要到65天 甚至刚刚看的时候 要到670天 就是说这个时候 到什么 我们就是要撲残 撲残那个时候就是说 这个有效分内在目高进行 如果目高有的叫撕膏 撕膏了 我们就是开始 要撕膏成定这个中间 这个中间就是说 这个时候很重要 因为金布对到头中里面 它要挨的这个空气 因为它开始 要发芽 发芽分发 要挤那个火起来 这 它需要的一个这个 这个空气量最大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不能把它堵掉 我们就要把它放到搭 把它放到搭 把它打到一个壁的旁 所以一般来说 在早上差不多40天至50天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准备 就要把这个 放到达了 比较大 我们在说的 目高这个时候 如果是积作 差不多30天至40天不到 一般都35天 如果是 你头上 如果是开金有正常 差不多30几天 这家家就要撲残了 撲到一段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 叭雷香 甚至呢 就是说 我们在练 就是说 在行人 要再打 但是打下去 没钓 没钓 还是说 可以比较有一个 这个经济 动得下来 一种这样的最好 这个时候 就是这个 放到搭 你把它放到搭 后 它就不会继续分裂 就是说 它不会再透印 因为那时候 如果再透印 都是无效分裂 就是说 再透出来 那个印 你看起来很大 但是 它会抽水 会 但是对不对 虎杀杀那种就不好 你虎杀杀就炒 银子 这些 这个 文库 对 丢这 尤其文库 炒银子 这都 整个都 压压 所以 不必要 不用那么大 这 地瓦就是说 基礎 搞得好了 所以这时间 最重要的 现在炒银子 如果是看 炒到差不多 有一点 这个 不可以炒到 有的人炒到 那个 药都 抢起来 不可以 就说 差不多 你看 有的 更新的 地方 中道 中道 有时候 有一个 哪种 有点 一点 一点 不可以 不可以 更 更 如果 更 就已经 做不 就已经 缺水了 这不可以 所以 一般来 说 就是 不可以 让这个 中藏 这个 虚子 不可以 让它 更连 扣到 有 搭 脚 差不多 不 丢 这种的 这种 情形 你 再看看 这个 这个是 最 最 最 的 理解 刚开始 你如果是 虚子 尽量 可以 做 这时 就是说 可以 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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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那时候 眼睛 没什么 发臭 所以 你淹 淹 淹 ,淹 ,淹 现在 现在又让它起来 因为这个时刻 很容易 做什么 做热 那时候都差不多 在清明城 十天 十五天 这个时刻 所以 在这个时刻 又很容易 倒热 冰 这个 冰 很容易发生 你如果把他淹 倒热 过 的 一个 缺水 时刻 还是说 你把他淹 喝了 像过 比如说 他 就是说 他就 不太好 你如果是 放在那里 比较大 少许多 就 比较 严重 因为 你不需要 用 倒热 所以 你还是 可以 放在那里 大 现在 起来 就是说 已经开始 拍蚕 拍蚕 我们开始 已经有 拍了 已经有 拍蚕 我们的 饮水 这时候 来拍了 有倒了 以来 就是 有水 开始 我们在 说 做明 做明 这个 这个时刻 他就 开始 有 一个 开蚤 我们在 说 开蚤 就是 在 那个 检柄 那个 把 结 那个 蚤 会 扭起来 扭 这个时刻 通常 就是 差不多 是 抽水 他进行的 三星期 这差不多 要抽水 差不多三星期 这个时刻 他蚤子开始在 大增散作用 在大 金也很旺盛 所以这时 如果 水分 较大 这时 不要落肥 就是说 我们先说 对这个水肥 在这个时刻 对它 走 对它走 后 这个肥料 吸起来 这个水 一定要 这 通常 就是说 让它 有一点 这个 水 这 应该是 比较 较好 所以 这通常 是 这个 水分 大概在这个时刻 通常 水会 让它 较 水 淡 那么 如果 要落肥 通常 就是说 到 清水 时刻 比如说 你先 清水 让它 肥油 吃到 吃下去 后 搭 再来 再给它 放浅水 这通常 是 这种 水分 的 这个 管理 那 再来 就是 到 这个 抽水 抽水 开火 的 这个 中间 这个期间 它这个 肥油 也都 很大 这个 淡索 什么 它都 达到 另外 另外 达到 另外 一个 这个 这个 架风 这个时刻 通常 水 如果 在 枫火 这个时刻 水分 就要 成熟 那时 如果 没有水 它 火 就 开 不好 所以 最重要 就是说 简单来说 就是说 在这个 拍摄 这个时刻 这个 社长 头前 10天 帮我搭 再来 就是 清水 清水的管理 水最主要是 如果太浅 有时候 我们 炒 较容易 发 所以这个时刻 有一点 水 没关系 开始 拍摄 日数 到 40天 45天 这个 万年 差不多 30天 35天 在拍摄 的时候 这个 拍摄 那个 中间 你就要把 就是说 面膏后 这个 这个面膏 我们要把它 刻搭 刻搭 后 在证明 这个时刻 要有水 开火时刻 也要沉水 这个大概 水分的 这个管理 是这样的 那么 最后一个 这个改端 这通常 就是说 水呢 尤其 如果是 开火 蚌火 这个时刻 水 尽量 就都要有这样 有一个 这个水分 还有 这个 蚌火 刷 我们就是说 都可以 差不多 出个多 这差不多 都可以 大概2-3寸 水都没要紧 水 让它更加 稍微 刷下去 它现在 如果是已经 蚌火 刷 这水了 这个中间 我们就可以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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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但是 这个水分的管理 就比较不容易 那么好 但是 现在不一样 现在 如果是 这个 因为 水分的 这个管理 我们 比较容易 去 较高 比如说 现在 很多 有的都用 针子 所以 我们在 饮水 这个方面 水分 就比较容易 水 水 这个 一般来说 是 最大的 一个 这个 重要 在这里 可以给我们好朋友 稍微做一个 这个 参考 好